林董事長 張維你好 董事長好 那你是現任的海基會董事長 那這個海峽兩岸 一開始就是孤王會談一開始 是1993年 1993年在新加坡 那時候造成全世界非常風洞 那時候我們董事長是孤政府孤老先生 那當時我們記得 當時在代表海峽兩岸海基會的董事長 是專任還是兼任 他這個海基會董事長他這個也 當時他是有民間人士 那麼他自己有他的事業 但是他也是被派任為海基會董事長 那麼這個董事長到底專任兼任 他的性質就是他兩邊都有他的職位 他是以我們對國家貢獻對社會賢達遵從的人士來擔任 那請問你 請問你 你目前你是專任有沒有兼任 民間的企業或者其他的職務呢 我專任沒有兼任任何其他職務 那這個我今天要特別請教你是因為 我們多年來對於海基會董事長 都是由對國家有貢獻 對社會賢達遵從的人士 他是在海基會偶然的話 他是擔任董事長 但是他另外還是可以兼任很多的工作 但是從你開始也是整個執政團隊執政黨 為了表達對於這個兩岸的事務 有一個專責 所以特別從你開始是變成專任 而且是有幾職 不是以前大部分都是榮譽職 是有幾職 而且有責任實務上專任要對 這個兩岸的談判 有一個具體的一個責任 而且從你接任以後 以前要請海基會董事長到委員會來報告 非常非常的難 但是我們從林中生董事長開始 他是只要委員會 內政委員會 委員會邀請他一定要到 那這個你的感覺怎麼樣 是我想我們一開始我就跟委員會報告 跟立委員報告 我們願意接受國會監督 所以這個尤其是海基會 它本身是負責兩岸協商交流 服務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國會認為 需要到這邊做報告或者備行 我們認為責務旁貸 所以我都尊重國會 我們願意接受國會的監督 所以對這個兩岸的談判 是不是更能夠 能夠實質者尊 我覺得一下 作業上是不是更可以透明化 你認為有沒有透明化有沒有幫助 是這個整個兩岸的這個協商交流服務 事實上都是在公開透明的狀況之下進行 更要負責任 那董事長請回座 謝謝 我們請王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這個兩岸目前在簽訂的協議 到今天為止總共有幾個 21個最新 把政府上來以後 21個 最後兩個是什麼 地震監測合作協議 跟氣象合作協議 那目前最後這兩個 目前整個協議停在哪裡 我們行政院已經送立法院被查 被查 我印象中應該在程序委員會 在程序委員會 好像是這樣 那這兩個案子 什麼時候 能夠付諸實施 您的看法 根據協議的文本 必須雙方各自完成各自的程序之後 通知對方才可以生效 所以就我方來講 必須完成我們的程序 也就是說我站在行政部門立場 我要確定立法院這邊 完成了立法院的程序 那我請教你 扣掉這兩個 還有19個嗎 對 那扣掉胡茂目前 這個爭議性蠻大的 已經停下來 以外 還有18個 這18個是不是已經在實施了 對 已經在執行了 那你憑什麼實行 這裡面的協議 因為應該這樣講 協議如果不牽涉到法律的話 那基本上是送立法院被查 那我們送立法院被查的過程之中 如果立法 立法院他如果沒有反對的意思 那事實上就根據協議文本來決定如何生效 比如說早期的 早期這個18項裡面的早期 就直接在協議裡面規定說簽署後多少日生效 這是一種為什麼他可以生效 他是早期的 一刻以後就不是這樣 對 後面就是 這個 我們會等立法院經過一定的時間 那這一定的時間 如果沒有完成 立法院沒有完成相關的程序 我們就通知這個對方生效 也就是主觀上的話 你們認為不牽涉到法律的話 你們就是用被查的 送韓請立法院同意被查 但是立法院依照 之前行司法的第60條 他認為有涉及法律的資餘 有這個考慮 他可以改被查為審查 對不對 但是被查改為審查 以後的案件 後來改審查也是不了了之 也是後來的話 但是你們不了了之的話 你們是憑什麼的話 能夠來執行 我們認為說 你覺得立法院的回函嗎 有沒有 也沒有啊 沒有的話 你們的預計在哪裡啊 我們認為說 如果根據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的規定來審 那事實上裡面有規定說 這個三個月 如果沒有審查完可以延長一次 那不然的話 就應該要視為已審查 那事實上過去在投資保障協議 跟海關合作協議 都是一樣這樣的模式 我們在等待立法院的程序完成之後 我們才通知對方生效 那這個做法 事實上立法院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思 所以喔 也就是說這十八項當中啊 很多啊 就是啊 依照之前行司法六十一條啊 裡面 這個已經啊 這個付出在實施啊 那我這個今天啊 也是在這裡做一個釐清啊 那在這裡的話 我對福茂齁齁 這個事情我個人也認為啊 那個無論是經濟部或者是啊 陸委會啊 本身啊 在這個宣傳不是不過 那第一個啊 我先要要求啊 要求喔 陸委會或者是經濟部啊 相關部門喔 福茂總共二十四條啊 那這是二十四條啊 你每一戶啊 花一份啊 透過行政體系啊 每一份把這個條文啊 花一份啊 送到這個紙本 送到每一戶的家裡 這樣子有沒有困難 因為啊 很多人都沒有人搞清楚啊 那什麼叫胡茂 我想這二十四條啊 這個能夠詳細 因為現在每一個家庭裡的話 每一個家裡都有知識分子 大家都看過 都辦事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建議啊 你陸委會或者是經濟部啊 你把這個條文二十四條 是不是每一戶啊 每一戶啊 透過零禮的這個編制 就不送一份 讓大家看一下 或者的話大家蒙在鼓裡啊 而且所費不多啦 是謝謝委員的好意提醒 我們會盡力 但是這的確牽涉到 這個預算的問題 因為陸委會在做文宣相關的預算 其實非常的辛苦 在我想委員非常清楚 我們今年度的這個預算 其實在文宣部分被內政委員會 我這個已經造成大家這麼大的誤會 是 我是一定 拜託拜託 我們跟經濟部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國家這麼大的誤會啊 一定啊 我是認為啊 不動用疫苗金什麼啊 這個 一人一本啊 大家看 因為這裡的話 我還要啊 特別啊 因為胡茂 我個人在這一段時間 我也感觸蠻多啦 後茂跟胡茂 到底確實是有不同的地方 後茂的話 我大不了我外國跟你買一買嘛 胡茂的話 影響了非常長遠啊 所以兩岸的話 這個有很多事情啊 我們認為啊 跟國際上任何經濟體啊 來做這個經濟活動啊 不只是 經濟上的問題啊 因為大家 因為啊 想到啊 有一點想到 兩岸目前啊 還沒有完全啊 和平 還是有一個 在政策上 完全 沒有完全的話 小組敵議啊 所以政治上的誤解啊 我們啊 是應該要找機會啊 來化解啊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兩岸啊 甜甜蜜蜜啊 很好啊 跟我們在談論也要 但是啊 好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好 但是啊 我們的基礎上啊 如果沒有好的時候 大家也是會怕 到底啊 是兩岸的這個量體啊 差別太大了 所以人民的恐懼的陰影啊 我想啊 除了說陸委會啊 以及海基會 這麼用心啊 在結合兩岸的這個經濟啊 那我想啊 這個不夠 從人民的心目中啊 從心理中啊 那個啊 氣足的這種恐懼啊 應該是要更努力啦 這個不但是這樣啊 我對亞福曼我有一個感想啊 事實上啊 我也詳細的看了啦 這段時間喔 那事實上啊 事實上很多事情啊 都早在做了啦 比如說什麼淘寶啦 什麼我們的這個 巷王洗衣店 這個啊 以及啊 這個 曼都啦 小林法郎啊 事實上都在做的 事實上的話 我們也覺得 把很多以前啊 在李總統時代的 借急用人 不能做 叫你們不要去做 但是事實上的人 這些人都去做啦 我們帶了太多太多的 台灣的 我們做了台灣的資金 我們帶了太多太多的 台灣的經營經驗 我們去把 這個大陸啊 讓他不會做生意 交談 拿錢給人做生意啊 啊 做到他這次 誰要比誰 他的條件比較好 啊 但是這個市場啊 我們要不要 我們現在坦白講啊 我想啊 我們能夠把我們建立起來的市場啊 我們放棄嘛 全世界都在爭啊 所以啊 我個人啊 認為我們要謹慎小心 那一個網有什麼不好 關稅降低嘛 第一個嘛 早期薪 第二個是 投資保障嘛 第三個是福茂 第四個混帽嘛 第五個就是啊 爭端姐姐嘛 是把以前的借急用人啊 不接觸啊 把他實質上的接觸啦 但是在 如何讓人民啊 能夠安心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時我還在請教啊 這個大家都在講嘛 福茂的這個協議啊 不能改不能動 但是這裡頭有很多法條啊 它是可以改可以動啊 那為什麼 主委你說不能改不能動啊 跟委員報告 我從來沒有說過 從來沒有說過 福茂不能改不能動 我的說法都是 如 因為我們要進行逐條審議 所以只要有修改 事實上似同否決 必須重啟談判 所以只要有修改 是可以改 所以只要有修改 就事同否決 必須重啟談判 這個法條裡都有很多啊 第十幾條啊 承諾表的修改 對 那三年後 或者是促銷 承諾表的這個意向 那個是在機制裡面 本身就可以做的 是可以改 以及第20條可以修正 還有第八條的緊急磋商 緊急磋商 也是可以啊 可以作為 但是主委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講一句話 有啦 這個我講 我講了你聽看看 好 這個啊 生肖以後啊 絕對可以改 對 絕對可以動 絕對可以中止 根據相關的規則 所以為什麼啊 執政團隊啊 急著讓他生肖 我在這裡也呼籲啊 符號並不是不能中止 也不是不能改 也不是不能動 通通可以 但是 基本上的要件啊 實施以後 就是通通可以 還沒有實施以前 生肖以前啊 這裡可能會啊 有一個自愛難行的地方 謝謝 謝謝 對謝謝委員 好 好 好 那個 陳超明委員